基隆潮進公園 美麗海景 吸引不少遊客前來玩水消暑 但公園內的女廁所 卻傳出偷拍事件 事發在曹晉公園北棟二樓廁所 一名二十多歲女子上廁所 一名二十多歲女子 上廁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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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跟那兩個女生交談 但是很像是 也蠻多時間可以做 他可能把照片翻圖 還是什麼 他動作這樣子 感覺上是 也有可能會做這種事情 事發在曹晉公園北棟二樓廁所 一名二十多歲女子上廁所時 發現廁所隔板下 竟然出現一支手機 當下覺得被偷拍 呼叫朋友幫忙 連同其他民眾一起 將女廁大門堵住 不讓嫌犯跑走 就是底下有沒有一樣這樣子 然後因為剛好他有這個習慣 所以他就是看到那個隔板 有露出一個鏡頭 然後所以他才 他才就是 通知有人然後報了 本所於三十日晚間獲報 本市曹晉公園女廁有偷拍情形 警方到場時發現嫌疑男子 於案發隔壁監測所內 要求當場檢視其手機 並無發現不法內容 西處人居帶回釐清案情 所以本案為告訴乃論案件 發案人表示不願追究提告 警方人應規定受領進行調查 並持續針對人潮聚集之遊戲地點 加強軍手 雖然警方在男子手機內 並未發現有不雅照片 但男子偷拍涉及妨礙秘密罪 被害人有六個月期限 可以思考是否提告 警方呼籲遇到類似情況 千萬要冷靜應變 也可以呼叫其他人幫忙 避免單獨跟嫌犯正面衝突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